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王一博也发表了动态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讨论一下王一博这一位公众人物吧 王一博1997年8月5号出生于中国河南省洛阳市 中国流行乐男歌手演员主持人男子演唱组合UNIQ的成员 职业摩托车赛车手2014年9月15号以UNIQ组合成员身份正式出道 2011年还在读初二的他便参加了全国IBD顶尖的街舞大赛 并且获得了不错的名次 成为了乐华娱乐的练习生 当时的一博才13岁 要知道成功并非一蹴而就 他获得的荣誉是他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 用多少个日夜的练习换来的 记得在一次泰国见面会的时候 因为一博的年纪还小 所以有人像年幼的一博颇油漆 导致一博心里从此留下了阴影 不敢独自一个人面对黑暗 心疼一博年纪那么小就要开始面对人心险恶了 但是庆幸的是一博依然那么的坚强的去面对 最终变成了最好的自己 即使过程是那么的痛苦 因为学历不高没有接受大学教育 刚出现在公众视野的时候 就被人拿学历来说事 对他持批评的态度 对此呢 王一博也承认自己确实没有上过大学 但是他也在节目当中对他人和粉丝说过 要好好读书真的很重要的类似的话语 语气诚恳 可以看出来王一博很认可读书的重要性 继次28号 尤斐正式杀青之后 王一博离开了恒店 29号就抵达长沙 录制新节目快乐大本营和两期的甜甜向上 还未停歇哦 王一博武艺劳动节当天又飞到上海 为他代言的魔爪饮料拍摄新广告 5月3号晚 在湖南卫视青春五四接力大直播当中 朗读了李大超的青春 颇有民国时期爱国青年的气质和风范 朗诵的水平也是有大进步的 在我们玩的时候他在忙碌 在我们忙碌的时候他也在忙碌 他不停的向前奔跑 不单单是为了在公众面前证明自己 更是一直在追逐自己心里的光 为此他不知疲倦 刚开始担任天天校上主持人的时候 网络上面铺天盖地的言论向他涌来 攻击的言论比比皆是什么隐形人 人肉背景强 不会主持 眼神呆滞 根本就融入不了团体等等一些不良话语 真的是很让人心寒 从未接触过的行业 刚开始又有谁能够做到实权实美呢 但是他还是坚持他一直告诉自己 我做我自己就好了 我自己努力了 就会有人看到的吧 没有伞的孩子只能努力奔跑 这句话在王一博的身上很好地进行了演绎 王一博曾经受邀参与录制央视五次特别节目 央视将采取云录制云连线的方式 讲述当代青年的感人故事 央视选择王一博的理由就是 王一博展现了当代青年应该有的拼搏向上 无私奉献的良好品质 这说明啊 王一博健康向上的形象得到了主流的认可 对自己真的喜欢的事情 王一博从来都不只是浅尝截止 不会因为一点困难就放弃的 摩托姐姐们都知道 王一博呢 也热爱滑板 在拍摄期间赶飞机的路上休息的时间 录节目期间呢 都只要有空就会练习 滑板呢 几乎就是没有离开过身边 从一开始的小白到一个月之后的连贯动作 这期间呢 她的无数次练习都在告诉着我们 对于她选择的坚定和热爱 她认真的态度从来都不只是说说的 除此之外呢 一博还是一名赛车手 就在陈秦玲热播之时 王一博参加了亚洲最高级别的摩托车赛事 亚洲公路摩托车锦标赛 而且获得了很好的成绩 双回合地组冠军 以及全组亚军和季军 作为万里达亚马哈车队的赛车手 在这一行业 王一博也是出类拔萃的 记得王一博面对采访的时候说过一段话 说我现在所做的事情都是自己喜欢的 不喜欢的事情就不会去做 但是自己喜欢的事情 无论别人说什么 我都不会放弃 因为那是我自己喜欢的 不是自己不喜欢的 王一博无论是在各类综艺节目当中 还是在影视作品当中 都是展现了一个青年应该具备的自信 阳光 努力 敬业等优秀品质 这些不是靠装就能够装出来的 而是真实的靠生活的打磨给磨练出来的 我们要做的 无非就是敞弱心当中有一个发光的人 那么就小心翼翼的守护吧 学习它好的地方 过好自己的生活 追寻自己的目标 不管未来如何 一博在为自己的梦想努力奋斗 而我们也不能够将就和放弃 青春不再年华 面对任何事情 永远敢于梦想 放手一搏 那些对生活充满爱与热忱的人 永远正值青春 愿你我历尽千番磨难 却不忘心中梦想